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影片 俄军坦克和装甲车浩浩荡荡 已经濒临城下 准备包围基辅地区 只是在发动总攻击前 俄军过去几天 已经频频空袭基辅周边 空袭警报大座 民众把腿狂奔 没过几分钟 眼前这所学校已经面目全非 残破瓦砾堆还在冒灰烟 俄军空袭没有停 基辅西边城市日托米尔 校园惨遭炸毁 而基辅西南小镇比拉萨华 平民住宅被轰成废墟 马路掏空地下管线外漏 画面中这辆车外壳严重变形 可见爆炸威力多惊人 居民看到家园全毁 忍不住掉下眼泪 基辅西侧遭受俄军狂轰 猛炸 从远方看 每一团橘红色火光 都代表一场无情空袭 CNN专家分析 俄军边轰炸边前进 从基辅东西两侧夹击 只是包围容易 真的想拿下基辅 恐怕很困难 毕竟俄军兵源不足 一旦进入城市巷战 反倒会让乌克兰人取得优势 不止基辅 包括哈尔科夫和已经攻下的赫尔松在内 俄军宣称包围或拿下的大城市 未来都有可能遭遇乌克兰军民顽强抵抗 一旦乌克兰能在任何一座城市夺回控制权 俄军补给后勤就会被硬生生切断 TBS新闻综合报道 小女孩天真的讲述自己的玩具 完全没有感受到一旁大人的紧张 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乌克兰南边的城市奥德萨 也是俄罗斯军队现在锁定的焦点 俄罗斯把目标瞄准乌克兰南方大臣 像是马里乌波尔赫尔松都已经沦陷 俄军打算继续攻下奥德萨 掐住乌克兰在黑海的沿岸城市 才能确保海线后勤补给动线 之后才有下一步 军事专家分析 一路俄军打算由南攻北 跟北路在丹博贝佐斯基会师 再往西北进攻 但想推进的关键就在拿下奥德萨 奥德萨感觉山雨欲来 市长说目前食物医药补给没有断 但不少民众已经躲到防空洞避难 尽管当局要乌克兰民众别上街挑衅俄军 还是由民众爬上俄军坦克要俄罗斯人滚开 因为不止南部大城不能被拿下 首都基辅也是关键 透过国际媒体再对北约喊话 要停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 就得先祭出禁航令 乌克兰上下再对国际发出求援讯号 希望挽救更多国人生命 TV本新闻流地群伟家席综合报道 大街上突然传来一阵枪响 民众把腿狂奔混乱中屁 看到有人中枪倒地 这名男子腿不重 但他身旁的抗议者赶紧上去帮忙 没想到又有士兵朝着群众一群扫射 这是发生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卢干斯克 被亲俄分子控制的小镇 有民众上街抗议要求俄军停火 没想到却被开枪 当地乌克兰人不害怕俄军拿着枪警告 还高举乌克兰国旗抗议 只是俄国士兵狠狠扣下板击 造成至少三人受伤 俄军的恶情恶重还不止这样 原本宣布要停火的马里乌波尔 竟然有18个月大的男英遭到炮击 男英因为被炮击碎片击中了头部 来到医院急救 却定法术 也让爸妈哭断肠 WHO证实至少有六间乌克兰医院 被俄军攻击 造成六死十一伤 俄军违反国际人道法 恐怕已经犯下战争罪 就算夺下战场也难抛国际审判 今天新闻综合报道 前一秒地空飞掠乌克兰居民区 一瞬间就化为火球砸落地面 国际媒体分析被打下来这架 是俄军的米35战斗直升机 不但基比有双管23公里机炮 备有防空反装甲飞弹 还可以搭载八名步兵 美国军事专家说 他应该是栽在刺针飞弹的手里 事实上俄罗斯飞行员对于刺针兼射型防空飞弹 应该可以说是余计犹存 因为据统计1980年代 他们的前辈在入侵阿富汗的时候 损失多达451架直升机 就有一半是被游击队拿刺针飞弹打下来的 就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美国给阿富汗游击队提供的导弹 发射了344机落269架 命中概率将近80% 除了命中率惊人 最大射程4800公尺的刺针 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轻便 它的长度只有1.52公尺 重量15.2公斤 只要一到两名步兵就可以操作 射手其实不用经过太过的训练 它只要稍微追瞄一下 就可以预热发射模式 然后就可以扣动板机 所以对一般士兵来讲很好用 欧美国家拒绝在乌克兰上空 设立禁飞区 但开战11天 俄罗斯却也始终拿不下乌克兰的制空权 专家分析 各国送来数百枚机动力强 神出鬼没的刺针飞弹 可以说是主要工程 电视频宣传 严瑞生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武器装备齐全上阵 实弹射击 美国和北约盟国朝前部署 相约在德国的训练中心演习 保持高度警戒 不过乌克兰称得很辛苦 俄乌战争开达11天 各国都没出兵帮忙 总统泽伦斯基只好通过Zoom 跟美国议员通话 请求更多军援 白宫证实震撼波兰合作 是否能提供战斗机给乌克兰 但送不送的到当地 牵涉到美国 是否能协助防卫 恐怕得快一点给答案 看看乌克兰手上武器 各型飞机有225架 但战机几乎都是苏联瓦解时 所留下的 反观俄罗斯有4000多架飞机 光是第四代规格以上的战斗机 就有一千架 两国差很大 美国在这次战争已经至少提供乌克兰3.5亿美元的致命武器 眼看这场仗得长期抗衡 在这时很关键 可不容缓 提供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制作40秒影片 呼吁北约设置禁航区 阻止俄国军机进入 否则有更多小孩就要逝世 画面全是奄奄一息的乌克兰孩童 毕竟战争根本还在继续 即便赫尔松是遭到俄军攻占 但民众还是坚持抵抗进行集会 拒绝任何来自俄军所谓的人道援助 TVBS与乌克兰当地一加一电视台合作 取得第一手画面 俄罗斯大炮击中城市摩天大楼 记者认为俄军根本没有瞄准目标 单单只是朝一个方向射击 造成无辜死伤 这种乌克兰国家乡 影响 所以只會烏了他們全都在龐盤 就見這裡有鴨,索窩 鑊毀了木屏,燈毀 敵毀了岩油,鏡頭 比較早 schon前 而不會在鑊鑊這裏 一呈大套 烏克蘭屏,中央的特殊 是希娜,記者連線至幾大街 的情況,防禦 面目全非 我嚇到爆炸 想到爆炸当下心有余悸 另一边布列斯特地铁站同样满目窗移 乌克兰军事卡车变成废铁 无情战火不断延烧 在这情况下只能誓死抵抗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为家乌克兰与俄罗斯交界 顿涅茨克居民在乌尔冲突引发的恐慌中 急着从银行提取现金 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向西推进 民众逃离顿涅茨克地区战火当中 跟家人拥抱道别 但炮火不间断 乌克兰难民夺到边境 长长车龙等着逃难 志工协助温报 钢琴家接头弹奏 说希望死前能为大家做点事情 降火让乌克兰人失去收入来源 世界各地想尽办法精源 这开始从社交媒体影响 我没有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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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人 我认为人数人比我更加脆 各界持續援助 盼他們盡早脫離苦難 TVB的新聞在紅亭台報導 帶著行李準備辦理登機機場櫃台前 排隊人籠一圈又一圈 又是因為俄乌戰爭 歐洲跟北美對俄羅斯航班關閉領空 俄羅斯航空公司也在5號宣布 除了飛往白俄羅斯明斯克 其餘所有國際航班全面關閉 消息一出 正在墨西哥加勒比地區度假的俄羅斯遊客 大約400多名 擔心回不了家收拾行李趕到機場 就怕再晚沒辦法順利回到俄羅斯 不止航班受到影響 戰爭持續 俄羅斯遭到金融制裁更是有感 Visa 和 Mastercard 現在加入社會 拼戴俄羅斯 互相拒絕對所有交易和行業 在未來的日子 俄羅斯先是被逐出Swift系統信用卡公司再出招 Visa 跟萬事打卡宣布將退出俄羅斯市場 只要是俄羅斯銀行發行的信用卡都將停用 就連微軟也加入 全面暫停在俄羅斯的銷售 制裁手段一波接著一波 各個面向都持續升溫中 俄羅斯天然氣郵輪抵達了法國港口 但碼頭工人卻向對講機喊話拒絕卸貨 就是為了要抗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類似事件頻傳 英國媒體報導 5號一艘德國船隻所載的俄國石油也被禁止卸貨 甚至歐洲最大石油公司Shell 近期以超低折扣價買一船的俄羅斯原油 經過鏈之後再轉賣給消費者 從中賺到了2000萬美元全數捐給烏克蘭 各國紛紛用行動制裁俄羅斯力挺烏克蘭 就是希望這場仗快點砍到盡頭 TB的新聞綜合報導 誰能想到俄羅斯大戰竟然也能影響美國體壇 美國女子直男WNBA的球星格里納 傳出在俄羅斯道的支流 俄羅斯海關宣稱格里納今年2月前往莫斯科 只是在她的學生心理中卻被發現大麻電子煙 俄羅斯海關以孕毒罪將她逮捕 現年31歲的格里納效力於鳳凰城水星隊 其次入選全明星賽 還幫美國兩度拿下奧運女藍金牌 格里納的遭遇也讓美國國務院急忙更新旅遊指南 呼籲美國公民趕快離開俄羅斯 主委美國歐洲足球賽場上也能看到俄羅斯戰爭的影子 德甲拜仁慕尼黑的波蘭前鋒 萊萬多夫斯基也把隊長秀標改成烏克蘭的國旗配色 英超比賽開始前也有紀念活動向烏克蘭人致敬 現在英超豪門切爾西的老闆 俄羅斯富豪阿布拉莫維奇也因為俄羅斯戰火計畫出售球隊 阿布拉莫維奇想賣切爾西都是為了切割俄羅斯人的身份 他說還會設立基金會把收益捐給烏克蘭戰爭的受害者 TVS新聞 綜合報導 我不知道他知道他為了這個生產 但我正確實在我身上的東西 我再次重複了很多烏克蘭人 才跟成千上萬難民一同前往波蘭 CN潘面丹俊榮 談到跟澤倫斯基對談 直呼欽佩跟動揉 戰爭第十一天各國抗議 俄國侵略 兩千名示威者戴上象徵烏克蘭國旗顏色的藍黃口罩 在德國慕尼黑俄國使館外牽手形成人鏈 大門口也被人潑上紅漆 揮動彩虹旗 意大利羅馬民眾走上街頭 各大工會和組織組成大型和平隊伍 嗆聲普京 在一片烏克蘭黃藍國旗色中舉起標語 要北約關閉烏克蘭的領空 法國巴黎也有上千人 手持烏克蘭國花向日葵加入聲援 聚集東欧民眾有小奥德塞美稱的紐約布萊頓海灘 也有烏克蘭人說我們當俄羅斯是鄰居不是敵人 烏克蘭籍的美容院老闆店裡堆滿救難物資 從法國巴黎到美國紐約成千上萬民眾投入聲援 判戰爭停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看到這畫面是否覺得似曾相識 這是曾經入圍奧斯卡的紀錄片 领冬烈火 烏克蘭為自由而戰 最近烏俄戰爭爆發 又再度被觀眾翻出來重新觀賞 登上熱門排行 在槍林彈雨跟最愛的家人通上電話 不曉得是不是最後一次 紀錄片完整呈現2013到14年 烏克蘭清歐盟示威運動 大規模抗爭推翻清俄政府 事件一共造成125人喪命 串流平台最近將完整紀錄片上傳YouTube 短短一天點閱率就將近20萬 同樣也是紀錄片時代革命 捕捉香港逃犯條例草案公布後 人民示威的反送中抗爭 上個月25號在台灣院線上映 即便上映前跟後幾度發生無法投放廣告 甚至提到片名貼文觸及就下降 但還是短短八天成為國內影史最賣座的華語海外紀錄片 截至4號票房逼近1150萬 一部分也要歸功民間包場 我會認為這是一部應該值得欣賞的電影 尤其是對創作者而言 金鐘編劇也是文化大學戲劇系副教授的陳世傑 帶學生校外教學到影城看時代革命 不少人兩個半小時眼眶都是濕的 我們在那邊拍照 然後那個香港人就自動幫我們拍 然後拍完之後就很感動的說 你們一定要守住台灣啊 也遇到這樣子集權侵略的過程 那我一定要成為站出來的那一個人 苗栗全人實驗中學也有老師帶著全校包下兩梯 學生看到鏡頭呈現一切 不只感動也很衝擊 畢竟民主得來不易 尤其此刻在地球另一端有戰爭正在發生 TVBS新聞盧鴻昌 屬性天台被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